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驾之人 万不可外传 否则必有灭门之载 记住我的话 我信无情 替血刹斗千年之机也 谢国恩人 用着客气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玄空山 我们要同心努力 我现在能帮助我们 只有这么多 你要铭记 血驾在无法靠黄天伦岛之时 你万不可暴入失业 万会血炼上你们老祖宗的心血 虽然并不完善 但也足以让你们进入到你们老祖宗的境界了 到时候 我自会来找你 告诉你该如何 我明白了 二人 你到底是谁 你只要知道 我是沐云便可 今日之事 你就当没发生过 也从来不认手 他日 血刹斗依旧会成为整个三千小世界最强大的存在 而玄空山 终将覆灭 覆灭在我沐云手中 多谢 前辈 你该喊我一声云老祖的 云老祖 怎么可能 有救了 我们血刹党有救了 谢卿这家伙 向来是性格暴躁 做事就冲动 不知有没有遭人陷害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四人 又是什么情况 还有我的那位师尊 恐怕现在已经是恨死我了吗 希望你们不要出事 否则我 必定杀向九重天 让他们后悔曾经所措的遗迹 快醒醒 沐云 你 你就穿个帅衣世界干吗 又考验我啊 说什么呢 快到血刹岛了 本小姐特意骑个早 让你陪我去血刹岛逛逛 正好拿下血刹岛的生意 这可是别人从来没有过的特技待遇哦 你离我远点儿 在船上晃得会有点晕 你又不是第一次来 干嘛那么开心啊 因为这是和你第一次来啊 你可别打趣我 小心我禽兽起来不是人 不可能的 我第一次引用你的时候 你便无动于心 开始我还不明白 原来你心里装着三个女人 那现在你说说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动心 算了吧 你感觉我惹的情侦还不够多是吗 你倒想得美 你看云尊者 争气凛然 乃三千小世界和万千大世界的公认传奇人物 再看看你 道貌岸然 就你这种德行 想得本小姐青睐 那不就是我吗 你 算了吧 你哪比得上云尊者的十分之一啊 不对不对 百分之一都比不上 好了 马上要去旭府谈生意了 你还是回船换身衣裳吧 赶紧收拾一下 感谢慕护尾和宝阁主 今日亲自前来洽谈 日后我血刹岛及附属岛屿的伤貌往来 皆仰仗二位了 血刀主客气了 今天说了这么多 相谈甚欢 以后必定互通有湖 互惠共平 我们一直遵循老祖的训诫 如果没有念秋岛的话 我血刹岛在七十二岛屿中排名还能更靠前 这念秋岛一直是个棘手难题 距离我血刹岛足十里的距离 可是此岛却是异常危险 常年轨迹满天 存在万年 也不见有何宝物